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随机性的检定 也就是连检定 Round Test 这个观念是说 这个资料 是不是具有随机性 在我们在统计学里面来说 其实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叫做具有随机性呢 我们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 拿到了一笔资料以后 我们的虚无假设先假设为 样本资料具有随机性 要不然就是样本资料 不具有随机性 那么做法是怎么样做呢 我们往下看下去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解释 假设男生跟女生 或者是良品不良品 这一般我们要看看这个随机性 我们以二分法来做 如果说是一批数字 我们就习惯用一个中位数来做一个界线 小于中位数的是减 大于中位数是加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有例子来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M是男生 F是女生 男生女生的交错的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它具有随机性 我们认为说这是男生跟女生 不应该全部都集中在两团 全部单身在女生 所以我们的一个三个参数 那么我们来介绍 N1指的是男生的数量 那么有1234567 所以N1是7 那么同学会知道怎么做了 F呢 是女生 有几个女生 123456 有六个女生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指的就是所谓的交错的串 什么叫做串呢 这边的话呢 原文的话叫做run run的次数 就是我们把它绑在一起 这是1 2 3 4 5 6 7 这边V就是多少呢 是7 问题在这边了 假设没有具有随机性 它这个串 就会太少 基本上来说 交错的出现 串来说 应该是不会太少 这个基本观念 是要有的 那么我们依照这样的观念 我们继续往下做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检定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个种叫做小样本 一种是大样本 我们来先介绍一个小样本 小样本的做法 我们需要去查表 那么这边的表 我们给各位同学准备好了 在这边 那各位同学可以 从这个地方下载这个表 这是Rontes的一个专门用的表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边是小男生 这是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来我们看 男生有 1234567 7个男生 女生有 12345 5个女生 而这个串呢 123 这是一个人 但是也要算一串 45 他有五串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表叫出来 我们来做解释 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呢 是在H0 is true 是什么意思呢 H0的意思是指的是 这笔资料 具有什么 随机性 如果说 它具有随机性的话呢 这个N1N2 在这边 75跟57是一样的 它7配5跟5配7 那么这边是V值 V小于等于A的值 以这一题而言 我们来看看这个资料 我们的V是几呢 是5 在这里 0.197 它的几率 那么按照这样子来看 如果说这是0.197 那么我们要比什么呢 比我们的α值是0.05 双微减定来说是0.025 如果说这个资料 比0.025要来的小 那么我们就倾向于去拒绝H0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请看这边 这个几率 如果说V值是越来越高 那么它就倾向于 越来越可能 这个地方来说 几率很低的情况之下 竟然会发生 我们倾向于去拒绝 那各位同学看 如果说是三个串 几率只有0.015 非常的低 4以下的话呢 是0.076 我们这个是5的话来说 0.197 勉强还可以 它比0.025 还要来的大一些 所以我们说V等于5 应该是合理的 既然合理的话呢 我们就接受了H0 如果V等于3呢 我们就拒绝了 那同学看 0.015 有没有比0.025 要来的大呢 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样本的做法 那么注意的是 小样本是什么情况 这边都是小于10的 我们这边的话 资料也最多做到9 如果超过10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称为大样本的问题 大样本 我们用Z做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地方要记一下 它的这个统计量 μV是2N1N2 N1加N2 然后再加一个1 这个是可以在数理统计里 可以去做证明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就先拿来用 这是它的编译数 那么我们记住了这样子的资料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例题 来做做看 用Z直接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串 减掉这个统计量 除以这个统计量 好 那我们来看看例题 大样本的例题就来了 这边的话 每一笔资料都还蛮多的 这边简念不良品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用颜色 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区分 这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显著水准 0.05 大样本的随机性检定法 检定不良品出现的随机性 那么 首先我们把N1N2先写出来 那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虚无假设 跟对立假设 不良品 这个是具有随机性 不具有随机性 那也很重要 不良品如果是没有具有随机性的话 那就代表是 它会固定的出现在什么位置 我们就可以根据资料去做检修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具有随机性 没有具有随机性 把我们的N1N2先找出来 N1是几个 4 5 6 7 8 9 10 11个 11个 红色是11个 那么黑色呢 17个 我们数数看 17个 重点在于串有几个 V是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7 8 9 10 11 12 13 川是有13 算起来也还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检定 才能够确认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统计量 μV算一下 μV是多少呢 2N1N2 来我们把它带进去 N1N2 这是N1加N2 那18再加1 计算出来 14.4 这是合理的一个值 这个是统计量的认为 μV 好我们sigma呢 sigma平方 这是变异数 这个地方有点长 那么我们还是 就照着这个资料 带进去吧 2N1N2 那就是1117 还有2N1N2 那就是 1117 减掉 再减掉各自减一个 这边是相加的平方 这是相加再减1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是6.1 注意这是6.1 这是变异数 那么我们要把它开一个平方根 才叫做标准差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Z值算一下 Z值等于V减掉μV 这个是他给我们的资料 现在V是指的是13 μV是多少呢 14.4 这个是6.1 开平方根 来我们计算一下 上面是负的1.4 下面是2.47 来我们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出来是负的0.57 这个负的0.57 它在我们的正负1.96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结论不显著 也就是说 无法拒绝H0 那么我们就接受了 不良品是不是具有随机性呢 我们认为有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好 那现在我们会做的小样本 也会做的大样本 那么这种题型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了解随机性的意义了 我们这个类型的题目 重点在于这个连 连的次数 它的观念是怎么说呢 如果说是虚无假设是真的 代表真的具有随机性 那么它的这个序列的话呢 应该是参差排列 有一个适当的一个run数 就是我们的V值 V值应该有很适当 如果说有一个样本数目 是大于10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大样本的做法 其实基本上来说 小样本是不得已 能够用大样本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run的这个抽样分配 它会趋近于常态 所以我们就使用的是 Z分配来做测定的基础 那么我们就会成功能够用很好的 就会做测定的基础